大家好,我是妙阿乌乌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拯救心理变态的故事 男主是个宠物饲养员 一天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碰到了高中时的女神 这可是公交车嘛 男主主动上前搭讪 搭讪成功与否 七分靠技巧 三分靠缘分 剩下的九十分就全靠颜值了 显然,女主并不太买账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男主却春心荡漾 回家就到社交网上搜索女主的资料 了解女主的兴趣爱好 想办法攻略女主 第二天上班 宠物收容所里 男主最爱的狗狗 因长期无人收养 被领导点名安乐死 男主虽不舍 但因穷困潦倒 没钱搬出那个不允许养宠物的住宅楼 只能眼睁睁地抱着狗狗 送他最后一程 回家后继续做功课 并练习搭讪 然后跑去女主打工的餐厅吃饭 想勾搭女主 但社交癌的男主得了一道考场 就失忆了并开始胡乱开场 场面再度尴尬无比 情商堪忧的男主 成功地引起了女主的反感 二度搭山失败 男主化生根踪狂 尾碎女主回家 虽没实锤 但敏锐的第六感 也让女主非常不安 闺蜜一顿安慰 让她别一声一鬼 随即 女主接到喝醉的前男友 打来求复合的电话 女主对此有些小雀跃 但又无法释怀 男友曾经的劈腿行为 又被一旁的闺蜜一顿安慰 让她遵从自己的内心 忘掉过去陪她睡 第二天 女主在打工的餐厅 收到一束巨大的鲜花 以为是前男友求复合送的 于是假意生气地 跑去前男友工作的酒吧 想给前男友 创造个复合的机会 没想到男友 对送花的事一脸闷逼 随即 遇到男主这个跟踪而来 真正的送花者 还跟他拉拉扯扯起来 把女主给吓的 男主你这样追妹子 妹子不报警 算你运气好吗 倒霉的男主 给了前男友 英雄救美的机会 男主成人之美的能力 也堪称一绝啊 女主在混乱中 遗失了日记本 被男主捡到 男主又多了个渠道 了解女主 而且这次是女主的内心世界 看完 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 第二天 男主又开始了日常的工作 啤酒饮料 矿泉水 花生瓜子 方便面有要的吗 呃不好意思 走错片场了 狗粮有要的吗 狗粮 男主盘查了这个宠物收容所 发现有个被废弃的超大地下室 简直是杀人越货 藏尸纳购 大玩求禁 的绝佳场所 就算在这玩电锯金魂也是脱脱的 男主自己动手DIY了个大笼子 论一门手艺的重要性 那么问题来了 电焊技术哪加强 山东蓝祥 是驼祥 男主靠着网络自学 成功完成了囚禁龙 然后又用自己飞檐走壁的能力 从窗户爬进女主家 果然是计多不压身啊 就做个饲养员 真是太取材了 在此 我很想推荐给女主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防盗窗 你值得拥有 男主利索的把女主压在床上 给女主注射麻醉剂 迷晕了女主 用纸箱壁或同事的耳目 把女主关进了 他手工打造的笼子里 女主醒来一脸闷逼 男主给女主带吃的 还给带了个小便池 这么写实的画风 跟外面那种一旦被囚禁 就不需要上厕所的片子 好不一样啊 我都有点难以适应了 女主显然对自己目前的境遇 同样非常不适应 对着男主各种骂娘 男主直接拿走了吃的 打算把女主暴躁的脾气 欢乖顺了再进行下一步 果然 女主被强制断水断粮后 再次见到男主就温顺多了 但男主觉得还不够 依然走了 女主太孤独 她的朋友又跑出来 跟女主聊天节目了 对 她有精神分裂症啊 女主问男主会不会插插自己 男主表示不会后 就开始坐下来 跟女主聊天谈心了 喵喵喵喵 本来以为发展到这里 接下来要开始上演黄暴情节 结果你就给我看这个 男主甩出女主的日记 里面记录着女主 作为变态杀人狂的 所作所为和心理活动 又搞在了一起 女主边开车 边和闺蜜吵架 质问闺蜜 于是出了车祸 在车祸的掩饰下 女主下狠手杀了闺蜜 这一杀 她发现 自己特别享受这种 掌控他人生命的感觉 简而言之 就是杀人杀上瘾了 于是这个随机做完的 连环杀人犯就诞生了 男主跟踪女主 发现他真的是杀人不太眨眼的 于是打算从心理上拯救女主 可是你是自养员啊 跨专业时操心理学 不太好吧 还一上手 就接这么高难度的 变态心理学治疗 这事嫌自己的脑袋太坚固了 女主得知男主 想拯救自己的变态时 她开始演戏 让男主觉得 她还是可以抢救下的 当你和一个傻子争论 别人会分不清谁是傻子 当你试图拯救一个变态 那你也会成为变态 于是这两变态的巅峰对决 正式拉开序幕 女主先从心理上威胁男主 自己要是自杀死在这儿 男主也就脱不了干系 原来杀人狂也是知道 这世界上有警察这种物种的呀 男主则被女主唬得内心惴惴不安 不过敢玩囚禁的你 现在才想到这个问题吗 男主为了气势上压倒女主 便用限量共识来夺回主动权 女主立马换上了柔情公式 和男主畅想一起生活的美好未来 男主被撩拨的一下就心软了 出去给女主买吃的 但出去时 没发现利用种族优势 隐藏在黑暗中的同事 同事就顺着男主的方向 顺藤摸瓜找到了地下室 看到了被关起来的女主 女主指挥同事打索救自己 被回来的男主发现 男主也很绝望啊 事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 女主看到男主 立马气宿宝居 转变了策略 吸引同事的注意力 顺便用语言暗示男主杀了同事 诱导男主犯罪 男主的定力也着实差 真的和同事动起手来 在女主的助攻和指导下 男主成功杀了同事 伤了女主的贼穿 还在女主这个老司机的指导下 处理了尸体 把同事大卸八块喂狗 清理现场 女主还传授他 洗脱杀人嫌疑的技巧 就这样动动嘴 就把笼子外的男主 驯化成杀手 成功的诠释了蚕屎官 才是奴隶的科学道理 女主又开始打温情牌 给男主洗脑 要男主切根手指给他 来表达对自己的爱 够狠的 而男主那被驴踢了的脑袋 真的就照做了 结果他刚切下 疼得不能自已时 女主趁虚夺刀 抵着脖子 逼男主开龙 然后出龙成功反杀 在男主脖子上抹了一刀 逃了出去 典型撩妹失败的负面案例 最后 女主回到了那狗 改不了吃时 继续花心劈腿的前男友身边 却把男主 繁养在笼子里 但因男主这种 无条件牺牲的爱 满足了他精神上的需求 他倒是戒掉杀人的习惯 转而以虐待男主为乐 而男主也一副 享受这种状态的样子 神经病啊 本喵表示 完全不懂变态之间的爱啊 女主这种渣男散养 变态豢养的行为 到底是什么我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努力了那么久的单身狗 最后还是单身狗 最终的归宿就是龙子啊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年吃狗粮的猫 喵